現在規定一般出國 回來臺灣必須要居家檢疫 還需要一人一戶 但是臺中一名41歲男子 他從中國回臺 疑似為了省錢 在路邊鐵皮屋搭棚疫 裡頭沒有盥洗設備 也因此他使用後的污水 是全部就排到人行道上面 引發周邊的民眾很恐慌 當地區公署說 雖然這名男子沒有違反 一人一戶的居家檢疫規定 但是因為衛生勘律的關係 因此安排他入住居家 檢疫替代索 當地清潔隊也前往鐵皮屋消毒 清潔隊出動三人 到臺中一處鐵皮屋消毒 地面圍離大門全都噴灑漂白水 每一個角落都不放過 因為這棟鐵皮屋裡面住了一位 從中國返臺的居家檢疫男子 但這裡沒有盥洗設備 污水全流到人行道上 鄰居相當恐慌 這個我不知道 仔細看圍離內的這棟鐵皮屋 並不是四面都有牆 牆面的部分只用帆布搭棚 看起來相當簡陋 鄰居都怕污水亂流 會變成防疫漏洞 當地區公所介入了解 這名41歲的男子說 他之前是在中國工作 現在失業 為了減輕經濟負擔 才會在鐵皮屋搭棚子居家檢疫 附近鄰居炮轟 在這種環境居家檢疫 是個人道德問題 詢問台中市民政局 民政局表示 這樣雖然沒有違反 一人一戶的居檢規定 但他的住所未生勘律 因此要求他入住居家檢疫替代所 男子3月31日入境 在鐵皮屋住了4天 4月3日才入住居檢替代所 目前鐵皮屋及周圍 已經清潔消毒 希望可以抿平民眾的恐慌 華視新聞王珊 楊宗穎 台中報導